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欢迎回来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是我2019年度最爱用彩妆的专柜版 我在2019年其实用到了很多很多好用的彩妆 因为是要做年度最爱嘛 所以我就在每一种化妆品里面只挑了一样 然后当时挑的时候真是把自己给纠结死了 但我还是比着公平公正严苛的态度去挑选了这些化妆品 并且用他们画了我脸上这个妆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那可以介绍一下看吧 那么我们就先从妆前乳开始 第一个要说的是这个 Elan Masqua的保湿妆前乳 当初看Ghost大叔和Pony都有推荐过 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妆前乳 它打开里面会附一个这样的小勺子 里面是这种透明的果冻质地 我买的这款是基础款 主打保湿和填充膜孔的效果 更适合干皮和混干皮 如果是油皮的宝宝可以去买MAT款的 它上脸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一抹开呢就像水一样 其实我已经推荐过很多次这个妆前乳了 然后可以在你比较容易卡文卡粉的地方 比较干燥的地方呢 可以稍微的多叠加一点点 接下来呢就到了粉底 我19年最爱的专柜粉底呢 是它苏苦的新款粉底霜 大家都知道苏苦呢是奶油肌的鼻祖 他们家之前的这个旧款呢我就很喜欢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稍微有一点点干了 特别是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特别特别冷的时候 所以呢我现在一般都是夏天的时候才会用它 但是到了冬天而且像加拿大这么长的冬天 我必不可少的一定是它 我每次用它都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蒸霞力又好保湿力又高 持久度又好 完全挑不出任何缺点 我们现在都是拿棉签来取 像平时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 或者需要出去待一天的时候 我都会用它 穿在脸上就仿佛自带高光一样 而且当你的脸出了一定的油之后 它会跟你的底妆融合得很好 就有一种越叶越美丽的感觉 但是我建议油皮的宝宝呢 还是不要轻易去尝试 接下来呢就是遮瑕 今天呢把遮瑕分成了两类 一个呢是用来遮黑眼圈 然后提亮一些肤色不均的情况 第二个呢是用来遮痘印 一些比较明显的瑕疵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Nude by Natural的 Perfecting Concealer 这个牌子呢是主打矿卧质彩妆的 所以像孕妇啊敏感肌 用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是我发现的宝藏遮瑕膏 它质地呢是这种丝滑奶油感 它是介于遮瑕液和遮瑕膏之间的一个质地 我一般会用手指扎一点点 轻轻地拍在我需要提亮和遮瑕的地方 也不需要拍得很均匀 就大概就是随便拍一下 接着呢再拿出我们的美妆袋 去把它给拍均匀 它出来的妆像呢是很自然 很透亮的那种 而且不管你什么情况下用它 都不会有卡文卡粉的现象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小伙伴呢 你可以去shopper's买 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绝合你的妆像 我都不舍得拿散粉去盖它 干皮真是太喜欢这种感觉了 第二个要说这下高呢 毫无疑问的就是Nars的这个 它质地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很soft 你们看已经被我挖到垫底了 它是我第一块铁皮的遮瑕 每次脸上有什么小痘印啊 小疤痕啊 还有一些小痣啊 因为我脸上痣比较多嘛 但我平时要出一些仿妆啊 或者是要出一些好看的妆面的时候呢 我一定会拿它去遮掉这些瑕疵 轻轻地点一下 我的这个质疑就已经没有了 接下来的定妆呢 我要说的是这个 Make Up For Ever的透明无痕定妆散粉 它真的超级新鲸就像燕一样 它是我目前为止用到过粉质最细的定妆散粉 我觉得薄若无误这个词说的就是它 这样子刷子在里面滚一圈 上脸立马就可以把你的脸揉胶了 看这边和这边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状效 而且它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特别透亮 如果你担心这样子取不到粉的话呢 你可以拿你的刷子的尾端去戳一下 然后就会有粉出来了 然后你再去拿刷子去蘸 当然在控油的同时呢 又不会让你觉得你的脸很干 如果你现在正在寻找一款好用的定妆产品的话 买它绝对没有错 接下来呢就是眉笔 这个是这支Benefit的根根分明眉笔 它出来的效果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根根分明 现在眉刷把我们的毛发给铝顺一点 它的鼻心软硬度中等 我也像有些眉笔太软了 画一画就断了 我很喜欢它这个眉刷 它这个眉刷软软的 用来刷眉头呢 就可以刷成一个非常自然的眉头 而且它持久度很好 一天下来你的眉毛还是在的 接下来就到了修容 修容呢是这个 K1K的Medium色好 它的粉质很细 而且延展度很好 延展度很好呢 就说明它特别容易熨染 接下来说一下它的颜色 它颜色呢是刚刚好的冷调 就非常适合亚洲人的黄皮肤 我觉得它用来修我们的下颌线 是最合适的 它能够最大限度的 帮助我们视觉熟练 而且它修出来的 整个妆面呢也很自然 我当初在选眼影盘的时候 纠结了很久 后来我回到一个化妆 小白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一盘眼影 出了最基本的粉质要好以外 它一定要能满足我的日常所需 而且它要能应付各种场合 所以我就选出了这一盘 Tom Ford Disco Dust 它是蜜桃色带一点点棕调的盘 先沾取这上面这个打底色 大范围的涂在我们的眼皮上 上眼瞼啊下眼瞼都要涂到 然后再沾取这个蜜桃色 涂在我们双眼皮的褶皱处 然后向上晕染 范围要比刚刚的打底色要小一点 虽然它是蜜桃色 但是它一点都不会显得眼睛肿 还有我们的下眼瞼也要涂到 接着再换一把松散的刷子 把我们的边界晕染得稍微自然一点 占取下面这个眼线色 加深一下我们的眼尾 还有我们的下眼瞼后三分之一除 然后再沾取这上面的这个珠光色 这个珠光色真的超漂亮 大范围的涂在我们的上眼皮 我觉得如果你是不怎么会画眼影的话 你就买这盘 你不管你怎么画都很好看 然后还有我们的卧彩 眼线和睫毛膏呢 我都没有用到 我觉得好用的专柜产品 如果你们有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所以我就直接把眼线和睫毛膏给跳过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眼妆 接着呢就到腮红 腮红呢我选出了这个 Dior的Rosy Glow 你别看它现在是这个颜色 它会根据每个人皮肤的温度和湿度 变换出不同的颜色 它的粉质很细压得很湿 我用了这么多次 它上面的压纹还是清晰可见的 搭配的这个刷子就很好用 软软的一点都不扎脸 而且它这个大小刚刚好可以照顾到我的脸颊 可以很精彩的扫出我腮红想要的位置 然后就 这样子扫一下 你刚扫上去你会感觉好像颜色不是很深 但其实你过了一会儿 然后你的皮肤是温度会变化的 或是你一激动 然后你的脸就会稍微变红一点点 所以就不需要扫太多 如果你不小心扫太多的话 你之后你也就可能变得超级红 就很搞笑 高光灯我要说的是这个 Fenty Beauty的双色高光盘 它一盘有两个颜色 就可以满足我们的日常所需 这边这一块是浅米色的高光 适合涂在我们的苹果肌 可以打造出一种水光感 这边这一块是闪片型的高光 就是那种聚光灯 你啪一照耳上 你脸上就爆灯的那种感觉 适合涂在我们的鼻梁 眉骨下巴 这种需要局部增强的地方 这样一盘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光光 就可以应付我们对妆容的不同需求 我一般就会配一把这种比较松散的刷子 先站去比较自然的这一边 扫在我们的颧骨上 就有一种皮肤自然的光泽感 不会显得很突兀 然后像这边比较亮的这一块 我都会直接拿手 先涂在我们的鼻尖上 你看一涂 然后鼻子就亮起来了 然后还有我们的山根 就感觉鼻子瞬间高了很多 然后还有我们的眉 还有我们的内眼角 这块要提亮一点点 我觉得一个妆容如果没有高光 就是没有灵魂 最后呢就到了口红 我2019年度最爱的口红呢 是它 Armani的红管524 它是一个烟熏玫瑰色 它简直就是这个系列里面的一匹黑马 我涂上嘴给你们看 涂上去感觉整个人都温柔了许多 我每次涂上这个颜色 我感觉我说话的声音都变小了 然后都感觉要这样小小声说话 一定要很温柔很温柔这样说话才行 而且它是带一点点宗调的 所以就没有其他豆沙色那种显老的通病 涂上去整个人的气质都上来了 而且这个颜色不调皮 所以你们也大胆的实用 我觉得涂一层就已经很好看了 如果你觉得颜色不够的话 你可以在中间再多叠加一点点 像我平时如果再叠加一层的话 我都会只叠加到中间 然后就会有一种颜色过度比较自然的感觉 好了那我现在要去弄下头发啦 一会儿见 拜拜 嗨 刚刚弄完头发回来 那么我2019年年度最爱用的专柜彩妆 也给你们介绍完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啦 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你的2019年度最爱用彩妆是什么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